本专栏系亚洲领先的电竞游戏平台 一电竞特约弹主怒吼天尊 ROCK XP曾经的线下赛第一人 在久远的德德德伊时代 外国队都说我们中国队的心理素质是特别低强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那堪称羞罗场的线下赛呀 所以说隔音房的出现是在限制我们中国队的实力 更是对XP的极大削弱 要不然外国队怕不是要队下的肝胆蹭裂呀 来欣赏下老队长的嘲讽 三哥打一个被反杀 你会不会完全成无尿点巨巨高能 当时DOTA线下赛场上这样满天飞的嘲讽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兵法有约 上兵法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 曾经的张义德大喝 便下退了曹军现在的嘲讽没 但开打呢就下个米鼠标都点不准了若峰一指 而作为线下赛第一人 在XP也说线下的嘲讽 他更像一只强心技是来鼓舞士气的 其实当年的线下赛在现场看真的很爽 怒吼天尊 XP的DOTA之路要开始 你一次网吧开黑酒薰一当年 还是萌新的白帆就这么开始了他的DOTA之路 因为本名叫做白帆 所以一开始打职业时就被朋友们叫做小白 所以就给自己起了XP小白的缩血 这样一个游戏ID 出入DOTA职业宣的白帆叶以队长的身份 加入了一支半职业的战队 DEF战队昨天已成往事 无论成功与失败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今天 这便是对名DAYS的由来 CDAC著名玩家 DOTA前CD冠军Nusha新人Web 以及曾经获得Oli NWA冠军的XFanigo这五个大男孩 因为同一个梦想而走道 雷一起 苏佛悦如在2010年那一年里DAYS 积极地备战那一年的所有比赛 他们获得了那一年的好方联赛亚军 Golden Ever亚军 并在BCGL联赛中 击败了H-Y-Y-Y-T-O-F-U领前的Y-Y-Y-N战队 大帅比辉耀辉耀 而且在2010年的U9杯上 DAYS比2-0-0 封了CH战队这样亮眼的表现 也使DAYS在2010年大放光彩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DAYS 战队始终没有找到稳定的赞助DAYS战队 的队长RockXB白翻载各大论坛 贴包发帖寻求赞助无果后 DAYS因为资金问题宣布解赛 同年的6月份CH战队宣布Peace the Mew JGCE同离队此时的CH战队 急需招兵买马来参加2010年剩下的比赛 而作为层2-0-0封了CH战队的DAYS 战队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CH的注意 经过CH战队队长LongJD的联系后 DAYS的三大主力RockXB Mew是Mylove以及Web宣布加入CH战队 自此CH战队以LongJD Vincent RockXB Mew是Mylove Web也这样全新的阵容迎接2010年 剩下的比赛并好取发联胜 连当年创造一年十冠神 霸的Long也被他们斩于马下一时风光无聊 后来的CH频繁的人员变动 也使得CH宣布解赛 而XB也开始了他的下一段征程 离开CH的XB加入了一支全新的战队 由日月星辰游戏文化公司投资的 Sonic战队这支全部由年轻新秀 组成了Sonic战队 在那一年爆发出了无限的活力赛 Zoja和XB和WGC2010上都取得了前四的好成绩病 收获了许多粉丝 作为一支新鲜战队来说很棒了 当时Sonic的领队小8MM蛋 是好景不长在2011年 七年后Sonic战队宣布解赛 原因是Sonic战队虽然在2010年程既不错 但是没有冠军加持 再加上投资Sonic战队经理人的急于求成一句 投入得不到回报便草草结赛 Sonic战队这支中国奥迹史上冉冉升起的新鲜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在2011年 天鹿电子竞技俱乐部 宣布进军DOTLU作为国内电子竞技豪 满已经在当年的魔兽CF星际争霸项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于DOTLU这个大热的电子竞技项目 他们自然也要来分一杯羹 并且在之前天鹿也积极地在和HOM的LGB等豪门战队的明星选手接触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 把被经理人抛弃没有投资的Sonic战队 遇见了野心勃勃 进军DOTLU的X6俱乐部 随后一拍集合 在2011年的3月Sonic战队队员全体加盟9OO俱乐部组成了当时天鹿的DOTLU分布 也许是因为它没想要证明自己 也许是因为曾经的努力训练得以开花 结果在2011年国内第一场中大赛是BMT大师赛决赛上HOM迎战黑马X6战队 X6战队 海王的水人 ROTK的冰魂 月如的风行 AWALK的冰女 Kazu的潮汐HOM战队 820的幽鬼 DID发条 国土的蝙蝠 357的小路 LongDD的乌依 这场比赛 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最后 随着海王水人的武杀暴走天路 完成了这次的加冕仪式赛后的海王 更是高兴地打出GDG 三个G 来庆祝自己的第一个冠军插乐战队 也成为GX4战队 CD战队后第三个纯新人战队获得冠军 在队伍XB和自己的队友用全身的战绩证明了自己 不知道曾经的Sonic战队投资人 看到XB他们这样的表现 会是什么表情 相信你老对长的脾气 当时肯定狠狠地嘲讽了一番吧 但是正当天路从一个纠着门外汉 走上正轨的时候 XB却对外宣布 离开他Lil战队加盟V战队 各大俱乐部按地理竞争的结果 但V战队并不是XB的理想箱 在短短的一周后 XB再次选择离开 好几个熟 面孔离开V的XB选择了曾经的王者 Luvana战队 Luvana战队在2010年 WCG冠军 WDC冠军 RDC冠军 WGT冠军 FMMG军 辉煌无限并合L LGD在10年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但是到了2011年 中国标志军的转会挖角 风波也给Luvana战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这次XB的加入 也向给NV战队打了一针 强心计时很多NV的粉丝 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但是XB在短短半个月后 又一次的选择了离开 是选择没落的豪门战队 还是选择依旧强势的点击战队一句 多谢NV半个月的照顾 走了WCG 我必须要赢 对不住 了感谢DK邀请 也表明XB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而时间也正 您当年XB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XB和B神 Longi D Super 宝哥这四位强力的队友在2011年的下半年好取九连贯 几乎拿到了2011年所有比赛 的冠军使这只银河战舰真正意义上的扬斑远航 但是既有巅峰 比有低谷 随后的XB随DK战队一同争战了2012年和2013年的PIA和Pi3等等重大赛事 但是并未取得很好的成绩 XB在跟DK打了两年半后 Pi3结束 DK战队做出调整 ROTK被B神踢出队 D将大笨蛋二神也评价 当时Bonning踢他的这个举动说 P神当年真的是太幼稚太幼稚了 我还是比他成熟很多 真是傻 X他后来被XB得到了好友图图的邀请 来到了VG图图花了很大的心血来说服VG的天理 让XB加盟VG 后来来到VG的XB一路高升 很快就当上了队长 随后就把图图踢出了队伍 大耳朵图图事后的ROTK也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图图了 2014年在VG的ROTK在TIS上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这时的老队长ROTK可真的是风光无限呀 有木木 独立妈等美女 组成的美女团为ROTK加油 陆薇 Tim Rock 而且当时TIS时期的老队长和木木在屏幕上频频互动 也给当时是在国内的道友们制造了不少讨论的话题 老队长当年忍一忍是不是冠军 美女就能双双入手了TIS结束后 回国的二神宣布暂时退役休息 退役微博退役后的二神也没有闲着 甚至还上了一次《非诚勿扰》 难道想像小八一样取得美人归和自己的老搭档B神 一起搭伙RB组合解说比赛 后来的老队长在2015年DRAG上选择付出来代新人 妖警和Naby妖剑Naby选择了LGB妖警 选择了ROMOC老队长 也随妖警一起来到了LOM 但是曾经身为怒吼天尊的老队长在EH 方却遭到了众人的嘲讽 在2015年的PS3巅峰人赛胜者 组决赛中VHLM选出的阵容高 到LGB的碾压在十几分钟的时候 就打出了GG老队长套刀的潮汐猎人 在最后妄图走下 高地放一个大招 结果没有放出来就死了 于是打出了GG随后便遭到LGB 众人在公平嘲讽 赛后的老队长也是发博进行了反击 等我一年之后的出山之日 他们这些熟人之间的调侃 大家看着乐呵乐呵就好 而且在2015年的PI武尚老队长 也是天秀英文著名 在表情包就是出自这里 视频请点击下方阅读全文 跳转B站观看后来的老队长 选择在VGJ战队 当教练一直到现在 作为战队老板的凌书 好也对ROTK给予了肯定表示 看到了ROCK和VGJ战队员们的努力 其实XB这么多年性格 一直是这样强势的性格 从他和赛拉的一次赛后分析 分构 就可以看出来了 很心疼赛拉从DK9贯之后的ROTK 她一直处于低谷气状态 下滑的十分厉害 在各大赛事上 老队各种四大街空的操作也是 并观众惊叹不已 颠覆怒大小兵末日 怒大头十车八条全场超轨 无限支付潮汐空大风 前十五分钟七连送 甚至直接将DK送上了 离开DI回家的飞机 XB其实二神有过辉煌 也有过低谷 曾经辉煌的二神 也拿过不少的冠军 在队伍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后来因为一些失误的操作 遭到了水友们的吐槽和辱骂 这几年他一直在玩家的风口浪尖 上他也曾在视频中 表示 被喷打的菜好多年了 不服啊 我就是要拿冠军 不服就是干啊 老队长低谷 这么久了也没有办法 再低了吧 也应该触底反弹了吧 期待老队长 那熟悉的怒吼 Return of the King 现在的二神和B神 RB这两兄弟 都以教练身费代队出征 DI8祝福他们取得好成绩 也祝福我们的CMELTA 今年我们三冠四呀 今年我们再拿一冠 在中国兜着加油 M 持小超建文中 二神生涯经历数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CMELTA 别忘了来找持小超玩 WeChat持小超建微走 At电竞持小超QQ群 314707710 投稿合作 CMELTA AT163COM